族妇女更是主要的劳动力 不过随着中美持续缴力 美国上个月开始禁止 含有新疆棉花制的产品消灭 对新疆的纺织业来说 造成一定冲击 当地的工人则是驳斥 自己月领大约台币5万元 不存在过劳的问题 一款款棉花在厂房包裹成袋 准备出口 新疆作为大陆棉花生产的重镇 南疆伊犁更是棉花的主产地 当地许多维吾尔族 世世代代都靠纺织为生 新疆棉花的产量 占了全球的五分之一 而在这边的人力 大多都是使用维族的妇女 而他们一个月能够领到的工资 大约是台币2万元 随着中美持续角力 涉疆议题也更加敏感 美国更在6月12号 禁止新疆棉花与番茄 强调这一切都是雇人权 为了抵制大陆对维族的劳动剥削 我们对外贸有影响 特别是从6月份以来 我们的订单还是受一点影响 但是我相信 这个事实就是事实 没有强迫劳动就没有 谭言在美禁令下确实受影响 尤其H&M Uniqlo等快时尚 也因使用新疆棉惹疫 直接当地最大的棉织厂房 倒是有不同的声音 加班不加班是我们自愿的 能加班的话就加班 能拿多点钱吗 加班也就一两个小时 加班费是平时工资的1.5倍 那一个月下来会有多少钱 1万左右 最近也是买房买车了 员工强调没过劳 一个月加点半能领月台币5万 厂方也投入代步神器电动平衡车 便于劳工来回穿梭于生产线上 即便这样得多花点成本 但营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这是回击外界之一 最有力的证明 震撑片与新疆彩缝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